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足球解读 重新出发 一触即发 大家好,我是何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喂,你在听什么? 在听广播 星期五晚有大董事 Gary和Locky 还有晚点训练 和大家一起讲香港球 讲球? 不是一定有自己讲的 抽水? 不是一定自己抽的 古老球,我看你灯明在阵 只要你有打凤色系统,有我 Marco Will Kelman 凌兆 一起 Only One FC 數球 Oh! 好,又回到来 SO BONG 的时间了 今個星期 才子不霸佔了 東岸 反過來 沒有人霸佔了 我個人都說了 西岸先了 好,西岸第十五位 這個底 猶他爵士 二二勝四 二七负 到他來了 連輸六場 近十場 一勝九负 市場色吧 你今場會見到 Kenta 打正選 我不是聽到你說 Kent打正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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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結果呢 結果是ok的 是ok 得分 他一向都ok的 這個獨色仔 Favorites 都是一如以往的失望 都是打得一般 Kback上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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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第二 他近來可以去到 貼著二十分 再加六至八個助攻 他開始掌握到節奏 對 但是仍然是不及 我們的白色 白色James這麼厲害 不是 白色James現在只有分差了 差一點 很辛苦 看完 好 你難把助攻 都是差不多的數字 和James 真的沒話好說 算吧 好 下一個 第十四位 又跌不回到艇底了 洛杉磯湖人 二十二星 四隱伏 原來少打兩場 連輸三場 這樣 今天打一場 都算挺好看的 對馬前 算是 都 預料之外 預料之外 一個 可以緊湊的戰局 15分都緊湊 因為他去到第四節 最後兩三分鐘 我看到他突然崩盤 一直咬著 他是和足三節 三節都和的 我沒記錯 然後還有一球 不是 那個不是他 第二個是小牛 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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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說 但是胡仁尼說 Candar Masso 開始變回普通球員 沒有了 他開始 無故見底了 四個助攻 十多分 其實他爆了十、八場左右 之後就開始 始終他這麼慢 小牛 小牛 但你真的不要小看他助攻的數字 他現在是在NBA排第二 小牛 我絕對不質疑他全波和助攻的能力 只不過是他的隊友 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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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十九分 Henry出來了 小牛 他上半場打得好 下半場就亂狗來了 我開始接了 不過我反過來 對面馬翅今天 小小放水之嫌 為什麼呢 待會再說到馬翅再說 好了 接下來第十三位 薩克拉門托帝王 隊 24勝44 父之 渣龍爪手 強勢家文 見了 他打正選 大前鋒拍阿表弟 防守力 升了一個grade 這個是正常的 VG Evans 當年在快艇那時候 都陰招盡出的啦 渣龍爪手 阿達常說的 公認最髒的球員 不過他來到是一樣好的 保護籃板 不用表弟一個那麼辛苦 好很多 你比起正選 被Thomson打你 算了 這個 但問題出現了 我今天那場看巫師 一開始表弟 VG Evans 和Evans在這裡 按著來打 按著模擬來打 表弟一出去了 沒有辦法 沒有 他沒有後備 我不明白為什麼 Jason Thompson會打得這麼差 今年是失望的 其實我覺得他打表弟 是一個不錯的內線 夠高夠快 其實他的Skills是不錯的 我覺得夠硬正 勉強 即是搶版 他有些了度 但只不過今年打到 即是連Evans 他過幾個頭 都還拿籃板打防守 比他還好 我覺得他真的要檢討 現在有什麼想說 他呢 其實他的Skills本身 他本身 Rokia那時候 是有背籃 有些背籃 有些中距離 然後其實他高的 打大戰風 六七十一 然後身形 都厚一點 不是特別薄身 那些 其實是有潛力 去做一個合格的正選大戰風 但今年他是很失望的 真的看到他的 這樣的表演 對啦 他今年有一件事 是很有問題的 就是他的 球拳的問題 即是他打正選的 四號位 你會發覺他 射球的射球 射球是很少的 很少給他 因為很多時候 那個球都被Cusson 而當時的 而你也知道 Cusson很多時候 都是扔回三分 扔回三分手 很少就扔 在專射中頭的Thomson 要不就自己 就三分踏進去 不是 是插花 插花 然後轉身 然後就打開 然後是MISS 然後就自己拿回 再上去 再上去 還有 今天 武天理系列 有人拿三箱 蝦皮人 蝦皮人 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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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拿三箱 那個叫Ishia Thomas 好像是有紀錄以來 最矮的 人家的那個 啊 最矮的 五尺九 最矮的 我真的想 昨天 昨天 我WhatsApp 誒? 蝦皮人拿三箱 我當時都不明白 誰是蝦皮人 我也不明白 蝦皮人 Ishia Thomas 我找到哪些 像他所說的 蝦皮人 想想想想 是Ishia Thomas 不過他那一場 就不要以為 他藍班很厲害 因為對面 沒有B 不斷放三分 很多Longweber 只是倒閉而已 我剛才看 HIGHLIGHT 看到表弟的板震 就很好笑 表弟沒有動過 長期站在一個牛角位 球突出來 球突出了他的手 其實我看到他 他不想要 然後又自己 打球上去 不是 扔了一張給Ishia 也好一點 為什麼沒有一個球 球也會在我身上 真的不知道 不過 帝王可以 開始可以留意 因為 表弟 出來 我們之前在WhatsApp說 阿謙不知道 我們在想 其實如果表弟 正正經經地打球 他已經是第一中鋒 Rudy基類似 我會這樣說 洛亞是一個成熟版的 Cutson 所打的 不同的 他們的風格 完全不同 我會這樣說 他的傳導能力 傳導能力 對 如果你說表弟 表弟就是 神經病 打硬又可以 打技術型 又可以 不過他永遠就是 對著矮的 跟他玩正面插花 對著大隻的 跟他鬥力打背欄 他要挑戰別人的長處 證明自己比他厲害 對著高的 在他面前硬碎 這傢伙真的挺有趣的 入了不就有型 不就有型 然後喜歡自己 close 自己分球 close 然後後手彈地 現在大勢所催 每個人都要學 算了 下一個 好 第12位 他打完幾場好球 又雙一劑的 新澳二娘堂鵝 我想說黃鳳 新澳二娘堂鵝 快變回 沒有 沒有 27勝40 這個星期 一字眉先生 做了一場 嚇死人的40分 21個籃板 是21 21個籃板 對面也有隻39 對面也有隻39 他是沒多久之前 才34分 36 36 他又是一個星期 破自己karean high 連破三西 但是你當見到今天 一眉道仁舞出之後 我覺得他的陣容 其實跟70度人沒有分別 大佬有Pairick Evans 有Eric Gordon 新人王 還有Jeff Wheatley 哇 這個人很厲害 世界級 這個真棒 這個真棒 Banner是什麼 宇宙級 黑包級 Banner這些是國寶級 放在動物園看 好了 不要放他出來 功夫紅貓嗎 你 不行 他又不會打功夫 沒人看 不過我 老實說 那場40分我看了 Highlight 是 老實說 一致微有一件事 我覺得 他們的球星還差一點 他沒有一些 好像盧維司機 或者Kobe 那些 Signature Move Signature Move 是給我Cut Shot 沒什麼必要 我覺得他想拿 我看見他最後一球 他拿球 怎麼說呢 有一點 叫做 有些 承擔 可不可以這樣說 有些承擔的 就是他最後那個 是他好像 擔著Brandon Best要球 還是他自己 拿手要球 我覺得這一刻都可以 你起碼知道 那天你自己 搜封信也好 什麼都好 你叫做球星也好 什麼都好 起碼你知道在什麼時間 你要出來做什麼 而不是好像 我不是想抽立幫James 但是他也是關鍵時候傳球 那些 我不知道他做什麼 你看看你左手邊 有人想砍你 沒有啊大哥 不過他真的有一點 他那層40分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WOW 或者是一些進攻的難民 我覺得他進攻意欲不太強 不是 是因為他的手段 比較 怎麼說 比較NCAA 就是那些很正統的 又是那些叫什麼 Catch and Shoot 啊 急停跳射 叫做優質路線 是 我仍然覺得他 很有打後衛的影子 他打方格出身的 你看他 他仍然有後衛的影子 真的拿命 不過是差一點 Cut Shot的能力 不是Cut Shot 應該是Tough Shot 好像Fair Away那些 還有他被人逼一逼 就歪了 碎飛鋼 他還是輕身一點 很輕 不行 我覺得他好像斷腳 我經常覺得他像筷子 你覺得他打中鋒很危險 對著古佬那些 對著古佬那些 好啦 第11位 第11位 苗神死敵 擔伐 金塊 轉M派艇 三十一勝 三十七球 連贏兩場 其中一場 斷了大飛的連勝 我聽到你說連贏位置 Q 聽到我都不相信 當我知道這個賽果 我就哭 我耳淚洗臉 我很支持大飛的 千秋萬世 怎麼斷了 就這樣就輸了一場 這場有型有得意 我是看球這麼多年以來 第一次出現一個 Five Pulse Play 對 有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知發生什麼事 就是這樣的 我們的Tai Lawson 就射了一個三分 前面有一個人 阻礙他落地 誰啊 其實是一個普通的Five P Chris Paul Chris Paul 然後 就一堆在這裡 然後Chris Paul 又來了 又在 我 然後我 又來了一個5分 就射了一球Telecon 一球加一 再加完半三分 就是一球5分 對 爭議點就是 因為那球起手 是過了Buster Beat 對 對 他就 令到Chris Paul 就很不滿 跟球證吵 然後就做了一個T 然後我就 應該要發個E-mail 給保長 麻煩你看看球禮 NBA球禮都有 Fever 球禮都有 別人如果你是減淘的話 是應該停了中 所以 不存在Buster Beat 對 那個過鐘的問題 對 所以已經 一分就停了中 沒有錯 如果你怕看不到 偶爾看 近一兩年的影片 經常有罰球 有N1的時候 你看一下 我是保長 我超強 我又這樣 又是這些 我是保長 你聽我說的 我控制時間 我是NBA警察 我是正義 人家都反對人家 提高參選年齡 喂 小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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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神斬你 應該是說 我差點聽錯誤 不好意思 妙神走了 那好吧 第十位 第十位 嘩 好厲害 我發了夢 竟然那個人有三箱 明尼蘇達木郎 34勝32負連贏兩場 今天Rubio做了一場很恐怖的第三個 好厲害 我猜不到他得分有二十幾分 我也想說 我想他那些三箱是十一二分 他會打ISO的 BB會對你說 因為對手時小牛 因為他的Match-up叫做Jose Cardaron 完 那是真的 老實說 那場其實Rubio是不是很多三分呢 是不是很厲害呢 又不是 不過他撐了 他撐了我叫Cardaron 第一步爆人 那就玩完了 你坐攻有十很正常 藍板偶爾也有十 他忽略欺負了 他被路易斯基盒 然後他就去打Monte Ellis 他在同一個位置 是啊 學別人的動作 但別人打了七尺 他打了六尺多 神經病 不過 好老實 你現在這樣 又是不上不落底十 喂 羅夫 算吧 他上面那個是什麼 他很慘 上面那個 現在還欠 上面那個 足足四場 那是誰呢 唉 現在應該去到 熊癮 大腸的位置 風狂勝太陽 39勝29 新贏一場 但是 我覺得 近來 這個太陽隊 暖暖的 有點混亂 Blessel出來 好像不太會打 是 他打得很一般 是一般 怎麼說 始終Blessel開始的時候 即是夾開 夾完之後 沒有了Blessel 是Dracuse 渣奇哥渣奇 這樣叫 但是現在出來之後 看到這幾場 渣奇是差一點的 因為我覺得 是球的 分配 雙控始終是 打雙控始終是 一個 怎麼說 很難分配的 沒錯 因為你兩個都控球後衛 兩個都要控球 控球後衛 之所以叫控球後衛 因為他要拿著球 才能發揮作用 你放兩個人都要拿球才有用 除非你有兩個球 不然也很難 你不要這樣 可以 還有什麼時候 沒有 沒事 什麼事都沒有 好繼續 其實我覺得 Blessel可以測試一下 少點紅球 不要拿那麼多球 所以你看到他其實什麼 Reeba Steel 也還有 尷尬 只不過得分那邊 真的差一點 看回今年Dracuse 那些命中率 真的很厲害 那個是中鋒的命中率 神經病 射外圍 對 中鋒射 他是表底 表底 他是三分神獸 哈哈哈哈 所以其實 我覺得你回到來的時候 我覺得Blessel 應該嘗試一下 慢慢融入對球 而不是一出來 就說要爭回控球位 即是你看到Dracuse 帶著對球 打到風生水起的時間 你 硬 插一個人下去 就好像當年的魔術 阿乾爺死了 要等阿乾仔下去 一樣 Oston 打得好好的 點都要把Nelson下去 就搞到一鍋足 所以我覺得 尤其是在這樣的時間 你 固然你真的想搏入季後賽 打回Blessel是必要的 但是 你現在不是混入 你要記住 你不是混入 你還要跟別人爭 那 所以你 我覺得你戰績為前提 波利的東西可以慢慢練 是的 OK 阿乾有什麼話 我覺得 正如剛剛說 那是對的 其實我覺得Blessel 可以暫時 先回打大陸人 因為其實太陽23號位 是有人 嘩 謝露肯健 謝露肯健 哈哈哈 然後其實 其實他 搭魔術兄弟 搭其他那些 都OK 即是 打回另一個風格 可以用另一個身份去 幫對球贏球 因為Jarge 始終是領軍的話 他之前太陽 是贏那麼多球的話 我覺得可以的 可以保持 用回原本的 開始的陣容 但是你就可以有一個特陸人 來搶分 去幫忙帶著後面的人來打 其實我會這樣說 內線那邊 因為其實你用Pumry 他本身進攻方面 不是很好 而他剛好是Alex Lang 正正是彌補到他這件事 算了吧 那次被困到七彩 算了吧 Alex Lang 一個play被人騙兩千 哈哈哈哈 八兩千 笑死我了 還有第一個是小學雞吃臂 即是放在過頭頂的 是 後面呢 球呢 我想知道他的反應這麼頑暗 看到沒有東西 怎麼不轉回頭 我會這樣說 如果他想內線 因為他本身內線進攻 是 我會說是真的沒什麼 你說Trending Fry 是寫三分為主 但是中鋒的位置 就真的沒什麼人 即是就算放Morris 打中鋒 我會覺得 始終是 身高上會有些問題 還有我覺得 就算Pumry來到近 我當你真的進入Playoff 的時間 我覺得 不會有太多上場時間 始終你一個很Raw的新仔 而且你看他打球 是打體能球 多數都是寶俊 其實現在都是 出得少的 出少了 因為他 是十多分鐘 假正選 因為他貴中 他貴中有一段時間 就好像很厲害 十幾分 十幾個板 那些 但是到現在 其實 叫不叫 新秀來到計 他算是這樣 但是叫做見頂 就是打來打去 都是這些體能球 你入到Playoff 我不管你對哪一隊 你這些打法 你很快吃了六個風 很快就出場 還有我覺得 太陽那個內線的人 人腳勉強 夠用 不會真的 折奪到 要看你的新仔 來看 鎮 鎮著內線 有Channing Fry 有Morris兄弟 你更加壞 還有一個叫P.J. Tucker 雖然是矮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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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樣子都像打架 還有Alex Lan 我覺得Alex Lan 比較好一點 雖然是傻子 比一個白癡仔 但是 對比起Pumlee 來算 我覺得這些 這麼RAW的內線 都是那些 一跳跳虎 比比街市 我們大飛有一個 更能跳的 大P.Dun 大P.Dun 你入到Playoff 看到他上幾年的Playoff 都沒什麼特別大作為 就是 外於他千糕幾萬一年 被他打正選 我覺得 千糕幾萬不打正選 就像A米這樣的人笑 很浪費的 Pumlee 我覺得他打到 打到季尾 有什麼 可以看看 如果你入不到Playoff 就由他當磨 練兵也好 我會覺得 Alex Lan 現在內線難能可貴 就是他有Foodwork Not Low Pose 的Foodwork 幾好用到 NCAA NCAA那時候 現在呢 現在 都可以見到一下 還有 技術完租鋒 始終這幾年 賣少見少 因為要浸 而且 說真的 你又要浸 又要浸 那些球隊 就算了 沒有耐性 去培訓 一說得多 就不會打球 那你就沒有了 而且 你要扔他下場 才被人欺負 要被人欺負 其實 好像是 好像 真的很可憐 那就是被那個白癡仔欺負 那他是誰 智障 即是入青山被人收拖地 你說不算 哈哈哈哈 先回Bessel Bessel 他控球沒問題 他季初出來 很難看到控球 但是 他的問題是 快攻時 現在他不知道為什麼 陣地戰都拿著 死大難大 不知道他怎麼差 然後 我是小器尖 2號 Mini小器尖 你分開一些位置 Bessel 你是控快攻的 你半場就乖乖的 你去走位 被仔奇拿著 那你自己去走 不要玩 要不然 你快要被灰熊 把灰熊拿出來 混蛋 好啦 這個 應該是代替了太陽 掉了在灰熊的位置 The LineBB小牛隊第八位 四十一勝二十八負伸輸 一場輸給木龍 喝九宮 都不喝九宮 真的算喝九宮 卡達郎為什麼要把球給西邊塔呢 半場隊人走進去 唉 那就是OT 唉 很慘 被一個欺負小孩的人 贏了他 我都很沒品 唉 不過很老實 按一下羅里斯基很準 哇 他今天那球也很厲害 不是說笑 他最後打Celvin Love那一刻 有功架 非常有功架 是啊 飛到呢 但是對手是Celvin Love 起碼都叫有七尺 五強 有點肉 近來的牛仔 是重用了Devon Harris 是啊 因為Devon Harris是OK 本身打得OK 有速度 其實他是另外一個Alice 是啊 沒有那麼慘的Alice 沒有那麼扭的Alice 是啊 但是夠射的Alice 但是夠射的Alice 大一點 還有卡達的三分很厲害 最近 BB又說卡達廢的 我說了幾個月 已經夠射個月了 卡達 那兩分不知道為什麼夠射三分很準 神經病 不過我還是說一句 小牛也是 準備被一隻灰熊窩出來 第七位 第七位終於到一隻灰熊了 萬菲斯灰熊 四十勝二十七負 連贏兩場 近十場八勝二負 曾經有人問我一個問題 灰熊是不是沒有了 隨便一個正選都會 大家怎麼看 是內線那兩隻 沒有了 沒有了格梳會 很厲害 等一下 現在正選的射擊手是阿水 阿水 阿水 正選小方向是阿水 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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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有兩個位置一定不能動 第一位叫Pont Guard 第二位叫Center 其他三位你隨便收拾功能箱 整個Bedge都是一樣的 其實功能箱只能塞進去就行了 沒問題 但是豆腐呢 豆腐呢 如果豆腐真的不能打 就馬卡數會比較好 我覺得豆腐很重要 豆腐很重要 其實之前有人問過一件事 灰熊的潛力還有多少 我心想 即是我們香港討論區 我心想 第一我一看過Post 灰熊還有潛力的嗎 他潛到 Solid了 那些 那些不是潛能來的 那些都是潛能 那些都流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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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說一件事 為何灰熊那麼厲害呢 就是因為灰熊是一隊非常teamwork的球隊 他的teamwork是因為他們五個人的分工都很清楚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一個這麼清楚分工的球隊 隨便斷一隻腳 你就全家產 如果我說灰熊有兩個位可以斷 一個叫二號位 一個叫三號位 因為二號位還有Tony Allen 三號位還有Jim Johnson 你一 一四五 隨便斷一隻 你都糟了 那都可以 因為始終灰熊的戰術是由內線帶起的 就是他兩隻 自己裡面 維威維也好 扔出來也好 都是靠那兩隻的牽引力 還有 就算你說一下 稍有名氣的Tajun Prince也好 其實非常單一功能 去到這個 敷衡 甚至乎我覺得 扔一下Mike Miller上正選 都可以 還有三分 還好 其實一號位是有人可以頂得到的 Cantress 其實那個位是OK的 希臘JVM 未至於說沒有遊戲一定不行 我看過他打球 全球拍得住Conny 但是他沒有Conny那種單打能力 對 Conny今年的進攻能力出來了 很厲害 他其實是一流都可以打的 但問題是 他以前只對著CP3才會這樣 對著其他人是不會這樣 不需要 他以前對著CP3特別瘋 我虧了 我虧了CP3 對 然後今年就好一點 今年就正常一點 就是進攻意欲大了 好一點 但是 其實 看到那個人 好像很厲害 很多潛力 好啊 我看看季後賽 你斷了一隻 看看發生什麼事 好啊 下一個了 第六位 L丟心口系列 為何上回第六支 金周勇士43勝26部連贏兩場 其實是因為 之前L說過的 Stefan Curry正常一點點 林琪打起來 對 然後連帶林琪就回到 斷了 還有斷了 斷了 斷了 其實上個禮拜差不多 我覺得他已經是最大可能頂得到去年的Jack 呃 怎麼都正常的是EG 功能近 功能是那些 EG 依靠是這樣用的 對 不是 問題是 那時候Mark Jackson 或者金周 是想著 有個EG應該都控到球 但問題是 你現在不是沒有一個人在後臂控球 你是沒有一個有經驗的人在後臂控場 你控球和控場 邏輯上是兩回事來的 他有個控字而已 大家都是控 不是啦 我控一下小JJ 都是控的 控我沒用的 小JJ 小JJ 控一下小師妹 都是控的 這個不能控的 沒有槍 沒有槍 太厚了 我以後不打高達 好 下一個 算了 第五回 波特蘭托方者 44勝24負 新贏一場 但是 這隊球已經很不穩陣 這隊球已經開始了 今天 Ordric沒有出 Ordric沒有出 雙了 雙了 內線的雙病 都是耳俗 T-Rob也是一兩場才出發 Freeland也是沒有出的 Ordric也是在雙中 硬出 只剩下一個小小 只剩下一個小小 還有 Movil 最近沒有那麼穩定 Movil也穩定 之前那排是OK的 即是贏得很癢 就OK的 接著 他硬要Dora White 打大前鋒 都不知道做什麼交 他現在死出Dora White 不知道做什麼 每次給球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他在游泳 Dora White 沒有所謂 他就跟回自己 在什麼打法 很正常 現在只是打 這力 暫時還是靠 我今天是有看到 弓鹿對托方者的一場 我發覺他們 你是搏弓鹿 我這個禮拜又可以贏了 是呀 失望了 我兩人已經有機會了 維持住 不是呀 我是搏他贏不到的 高六贏不到的 那一場 結果是贏不到的 結果是贏不到的 可以說一下 他真的很依賴三分 是 我看到他有一個play 是死都要拉出去 三分線射三分 但是炒了 最後 是被人打快攻 射兩分 是被人反超前的 不過現在 好就好在 射兩還要頂得住 雞頭 但是 老實說 你打功勞 打到最後要OT 贏七分 就 那個輸球先 都可以的 很危險 很危險的 很危險的 比你拿哥 自己一個擔大棋 其實是危險的 還有之前我們經常玩 波特蘭是今季 暫時得分最高球隊 但是問題是 現在得分最高的第二位球隊 只是少了他0.1分 那隊是誰呢 待會再說 但是 告訴你 他的得分能力 現在開始沒有之前那麼誇張 因為三分沒有那麼準 還有 Object掉下來 就沒有了20分 至少20分 就不知道去了哪裏 就沒有了 要強行Liland上來 還有他三分已經 沒有那麼準 那分一定是掉了 掉了下來 還有他失分 其實不少東西 都蠻恐怖的 因為防守其實是 只有Cylo和Batoom Batoom Batoom很慘的 我常常看到他 什麼都他打敗 什麼都他自己做的 不知道為什麼 Liland 扔不到那波就給他 然後打炸彈 好像Harden Harden給Jaylene 然後 然後 防守就是了 Melo也是他 Libborn Libborn也是他 CPP也是他 再來 連飯家活也是他 我常常覺得 全炸彈那些人的心 在裡面想 你這次還撲街 所以 所以 應該是這樣 不關我事的 傳給你 你死你死就丟 算了 下一個 第四位 侯斯頓火箭 45勝224 好 這隊 今天臨出門前看了一段影片 有人在香港討論區 就出了一個Post 就說 Jaylene打Pick&Roll之後 真是兩個人 媽媽是女人 山是石頭海 所以 我覺得她 有需要看她在紐約人 打起的十幾場球 可能你剛剛才看球 不 Asha Yipa出發 對 這樣就可以了 沒有辦法的 這兩個都是打Pick&Roll的鳥子 因為Asha Yipa之前 她說傷了不出 那她說而已 那這陣子 她 剪了頭髮 就好一點了 哈哈 她傷了 跟剪頭髮有什麼 因為如果她一長頭髮 她就不會打球 三二十敗頭 對 三二十敗頭 這陣子剪了頭髮 然後樣子又好一點 就有人跟她在後面夾 因為彭甲始終都不會打Pick&Roll的 先說說 我們在Track Room 有位 小火子 她的網名叫做 我每說一個Post 她就Post出來 我們的Track Room 很會有心 這麼快手的 很會快手 謝謝 那 正選那些 我就沒什麼意思說 反正Mori 都是等下 看看是誰 拿Jaylene和Azid去換 Mario回來的 那些 其實沒什麼分別的 阿不是 阿不是 范嬌傷了 范嬌也傷了 范嬌也傷了 是她說她接下來這一場會傷出 是會傷的 但是 我反而真的會看Azid和Azid 哇 神經病 如果她們兩個打後比 一打Pick&Roll Azid是隨時拿雙十 藍版得分雙十 藍版對她來說就沒問題 得分對她來說她入真人有十分 火箭人說她拿版效率是排第二 全聯問 是誰 火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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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火箭人 我今天看那個Post 我有一球看到 阿林仔 過了Pick&Roll 交給她四人無養 她拿著站著看一看四人 有沒有人 阿妹人入真 你不用那麼害怕 她的入真有恐懼 那時候覺得她是怎樣的 一個她 一個林仔 一打Pick&Roll 隨時又是雙十 不過是分助攻雙十 其實這沒辦法的 林仔看她打 打 紐約起朵的時候 都是打Pick&Roll 打出來的 那你現在有個Azid和她打很多 那為什麼 她跟後活合不了呢 因為後活也是那一句 她不會Pick的 算吧 還有什麼 跟Parsson這排好緊 Parsson 這排好緊 OK啦 胡蘇魯這排這麼HOT 可以留意Hamminton 我覺得可以 是OK的 Jordan Ham 什麼跳彈床 有跳彈床 跟紫君 我不知道阿King說什麼 我都不知道 我現在都不知道 我都想解釋什麼叫跳彈床 不知道什麼跳彈床 我只是知道 跟紫君跳彈床是為什麼 算了吧 要講第三位 大三位就是千叉萬世一統聯盟 深歌推介 大飛 48勝21負 唉唷 連勝沒有了 心思一場 為什麼又對金塊又輸了 算狗傻吧 喂 問你們一個問題 你們覺得 Brick Griffin現在重要一點 還是保長重要一點 你很壞的 我覺得 拆不開 暫時還是拆不開 拆不開 但是如果 Brick Griffin還是持續 用這個趨勢的進步下去 絕對是 NVP級數的 即是他的地位 在一隊中地位 他凌駕了 寶長的地位 那寶長就會敲斃他的腳 寶長 對 還是好一點 寶長就小器了 敲斃他的腳 以今年來說 Brick Griffin是比CP3重要的 我覺得 因為其實 之前我也記得我自己說過 有一陣子 CP3相出了 是 Brick Griffin自己擔大旗 這一段時間 其實是 那時候我看到他是陰狗公 變了表弟 還有 他每次打到 你扯了蝦 沒有人幫他 沒有人幫他 但他自己又可以擔大旗 他很慘 我覺得他很絕望 沒了氣 我還是要入樽 沒了氣 我覺得他很慘 什麼有一場他咬茶也照樣打 又是真化人 但是你知不知道 Brick Griffin是弄傷直腳才會厲害 他沒得跳就會厲害 他沒得跳就會厲害 他沒得跳就把他熄悉的東西都洗出來 有得跳就是跳 低能 不過 無論如何都好 就算Brick Griffin坐輪椅 大飛也是千秋萬世 還有我覺得有一件事 陰謀論來到鬼城 補牆不喜歡別人進步 搶他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今年Z的戰術 婚女成人 射21尺 是補掌上陰謀的 混蛋 誰知道他那麼準 你知不知道 這傢伙射波跟誰學的 Melo的味 是啊 Step Back Step Back 那時候我在WhatsApp說 最好婚女去胡人 哇 Kobe 有個打四號位 Kobe 一個 Turn Around J 一個 一個 就在香港做親善大使 教人教到 好像收了別人 一萬元一個小時 一個 一個是影響機來的 有什麼 我學啊我學啊 Take Charge 我學啊 Step Back 我學啊 三分我學啊 大波我都學啊 嘩 嘩 我心想如果他跟Kobe 都不知學到多多東西回來 嘩 J4人 不過算了 大飛也是千叉萬世 他不會走的 算了 下一個 第二位 李田 OKC雷霆 轉轉手繼續出現 49勝18負 新贏一場 近來RASBOK 開始沒有鬼上身了 一屎線 你不要把他的表現 不可以找人 不可以一周輪 不是一周輪 你可以正常十場 然後派交十場 又或者可以正常二十場 最重要的那一場跟你派交 你完全捉不到路 這個不能說 你的副作用還沒出來 吃完藥 噢 這樣 剛剛好 藥效發作 辛苦你了 我只是這樣說 還是那句 賭倫自己打完 好過RASB發癲 算吧 好了 直去 第一位西岸第一 沒有人理系列 但是已經連贏十一場 十二了 連今天 今天是十一 出了post沒有 我想知道 今天是十一 論壇出了post沒有 說什麼馬翅 都是沒有人理的 沒有人理的 現在check room 小火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 我最近都沒什麼留意 好棒 榜手是馬翅 十一連勝 聖安東你好 馬翅馬一勝十六部 圓圓 有些東西說 今天有些放水 馬勞上身 今天的感覺 有點像練球 你在這兒登勤也不怕 又開始拿樓攤了 今天 很久沒見過 全部拼都是流的 拼不了人的 全部都是 炸炸佳衣 養一養 養一養 鑽進去 然後那些 咳底 是全部 走進去 所以呢 為什麼說 胡仁今天好像打了一場 挺好看 其實某程度上 馬翅都沒出力 馬翅是不能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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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經入到你的球 你看看胡仁的防守 又來DMP然後O 算了吧 好啦 廣東岸 哇 東岸 世界級 宇宙級 好啦 艇底 終於斷籃 這個星期終於0勝 蜘蛛機攻六 一戰六 十三勝五萬五負連輸五場 終於斷了 嘩 五場 嘩 你看他上面那隊 終於斷了他一周一勝的慣例 他一周一勝 一場 我還想著今天 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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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初幾天前都說 這個星期只有波特蘭 攻六 我就贏這場 然後你們的留言就說 托方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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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特地看看這場 看完紐約之後 但我會看得出 攻六是很用心去想贏這場 很想贏的 真的很想贏的 但是 有幾個人是不想贏的 可以說的 第一個 Rainman Session 第二個 Bender Knight 第三個 我忘記了 總之都是PG Point Guard Volta O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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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但是最敗家的 Rainman Session 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有連敗家 他在最後的時候 連續三次上罰球線 全部都兩罰一中 大飛佐敦 大飛佐敦 大飛佐敦是六罰 五罰 五罰 這個真的不想高六贏 搞得很拖方正 是追得到 而且是打到家事 看一看 收錢 不 傻屁 哈哈 聽聽不懂 大哥 不要搞笑 別玩了 不要亂來 應該老闆咬 好了 下一個 第十星 哇 我只可以說一句話 嘩 屌你正啊 廢城七陸人 十五勝 五十三副 最正不是這裏 是他十五勝 但是 都不及他的連敗場多 22 我好想幫 圈奔奪主 我想問 我想代表苗神文的問題 為什麼 Last Kent Games 那裡是零十 連敗二場 我是幫苗神文 每星期都要這樣問 欸 哈哈 其實我有呢 其實我剛才開咪之前 都有問過大家的問題 就是 騎士二十六年敗那個陣 還有 七十六人現在二十二年敗那個陣 哪個強一點呢 騎士 我可以不妨告訴大家 當時二十六年敗的時候 騎士是拿著什麼陣呢 第一 都是Raymond Session 又是他 二號位 就是Anthony Parker 第三個就是Kristen 怎麼讀那個 Ianga 四號位 就是Anton Jameson 五號位就是華烈祖 但現在有什麼 現在這個呢 就 有張SIM卡 SIM卡 The Sims 4 哈哈 不好意思 有阿軒剛剛問我 這裡有七六人 我只有三個人 原來是第四個 你後面是不認識人的 你後面是 第四個是有三分神獸 是你認識的 後面有三分神獸 你是不是三分神獸 現在都不認識 吃 MCW還有一個 你們認識誰 Teyang Teyang 然後還有誰呢 Tony Rotten 阿軒一定會記得Tony Rotten James Anderson 還有那個 Douglas Odom Darius Darius Odom 後面是一堆不認識的 對 關於Tony Rotten 有個小新聞 前幾 前一場 還是前兩場呢 他最喜歡的 AJ10 還是11 就 來個DRIVE IN 好有型 然後整隻鞋子脫掉了 又脫掉 脫掉 然後事後呢 我們的MJ 是直接打到Manager 不好意思啊 我的鞋子爛了 不好意思啊 我給你一個對立 咦 拿個簽名 然後炒掉 算了 這個都是敗家仔 唉 真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可以整天在沖石 阿龍小姐那句 我只會這些 他上場買鞋子 還有今天76人 其實都是很努力的 很努力 想斷腩 他對公牛 其實是打到好像馬翅一樣 最後第四節 兩三分鐘才被人拉開 我覺得 唯一一個想贏球 我叫Thaddy S Young 其他人就隨便 Thank you for Wiggins 他拿著兩個Pick 一個是他自己 你一個沒記錯 唐鵝 唐鵝 唐鵝啊 你想一下現在唐鵝在哪 唐鵝都 說唐鵝十 唐鵝那個其實是Protect 所以其實是 首輪Pro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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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首輪Protect 都肯定沒有首輪Protect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就是送給人 不是啦 兩個Pick 大哥 還不聽嗎 還不聽 給你也聽了吧 你先問問15位的那個 就這樣算 他繼續連派下去 應該下個禮拜有機會過 過了 你仍然相信他每個禮拜都贏得到一場 會動的 會動的 我的stipulation要講一講 要講個禮拜有超過一場 都總會有一場 我看看他下個禮拜 會敗加到兩場 不中一點都會有 還有一點可以提一下 就是他之後的賽程 說啊我想看 是怎樣呢 一堆鬼口賽球隊 說吧 逐隊來吧 我印象中有這個 你講到美國時間的26號 我真的不太記得 我現在幫你檢查 因為我們現在很 為什麼我們要檢查這個行程呢 想看他連派到季尾 有多難 他是大機會的 他真的大機會 破不破26號 破不破26號 阿軒說得對 好啦我現在馬上查到 我們公司的電腦很快 來了 美國時間26號為止 沒有了 就說到他如果連派下去 4場 好像是火箭 4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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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場是什麼 美國時間3月21號 你對紐約 美國時間22號 公牛 美國時間24號 馬鐵 可能可以贏 馬仕放水 美國時間27號 火箭 這隊真是好機會 我當六場 這個3月 這場最大機會 美國時間29號 對奇行總 撥瑟 我記得他有一場是對魔術 不過好像已經過了26號 魔術 魔術 沒有了 魔術沒有了 沒有了 魔術應該在2 1 1月 2 3月2號已經打了 沒有了 好 截至現時為止 2月到3月 19號 美國時間 76人 是一場都未贏過 是啊 兩個人都來了 真的 我想這四場都是無論多 我想下次放水都贏到 他26年敗的那場是對什麼 26年敗 火箭 第26場是對火箭 沒有人選 第27場才對換塞藍啊 曉莉 那算你不要唱了 最多評 你換塞藍都贏不到我 我沒辦法了 我真的沒辦法 真是疏糕 我沒辦法 算了 我真的不如再多看 好啦 下一個 說了太多76人了 太可笑了 好啦 第13位 這隊又是沒什麼可以好說的 奧蘭多魔術 19勝50負 他都不差 連輸7場 喂 現在鬥輸得多嗎 聽起來 那三隻是擺爛三寶飯 那三隻是擺爛三寶飯 有契仔在這裡 怕沒得輸 真是慘 現在的戰績 如果 如果 猶他 在東昂 入到playoff嗎 不是 他排位四 剛剛輸給陸軍 輸一場 世界級 世界級 其實Harris打後備是很不錯的 他的分數 他的藍版數字 沒有人撞 他真的沒有了Big Baby之後 他真的多了很多時間 可以發揮 是啊 Big Baby說我要去千秋萬世 沒有空跟你在這裡 Big Baby OK 但坦白說奧蘭多 開始 叫做 就是看過他半打風流波 贏就贏 輸就輸 他又沒有東西爭 對 反正有Smart 有Vegons 有Parker 有NB 什麼都要 怎麼輪到他 什麼都要 一定適合他 還有可以告訴你 以我們的歷史學來講 他現在站在一個非常有利的位置 尾三差戰績 都坐得很穩 你想一下 尾兩隊都不會贏得出 你看一下 猶他和胡仁應該不像會聽 其實他的尾三坐得很穩 是啊 再看看 不要亂贏 然後叫Adam Silver敲下門 喂 你去年投訴還沒走 你給我來踢球 我一堆 先給你一個頭癖 這樣 不知道 那些桌底的東西 嘩嘩嘩 嘩嘩 好了 接著是下一個 十二位 小JJ來得對 波士頓六軍 嘩死人 二十三分四十六 二十三勝四十六 新贏一場 那場是誰 今天 營營熱火 玩什麼 沒在幫Gymes 不是又輸 有件事好的 又不要吵浪道 我沒有吵浪道 我先說明 我吵浪道是 我一直都不相信他會射波 你不要跟我說他會射波 就是這樣 我知道 在討論區也好 甚至是我們自己的page也好 有些人很不滿我 你幹嘛常常吵浪道 浪道又不是差 可以告訴大家 我會讚他 現在好些 最少我已經看到一件事 浪道會站在那裡傳球 雖然他站在那裡都很 COSPASS COSPASS 那些 今天那場很有趣 不斷扔來扔去兩個頂角 他站在那裡都很不穩 OK了 不過好笑 今天如果是軒有看 陸軍整場在那裡 四隻大對角 然後打靠差 COSPASS 扔來扔去 打羽毛球 扮小器尖 對 不斷扔 扔COSPASS 扔來扔 扔來扔 小器尖沒有扔 你有沒有 今天浪道好笑 最後 扔到 最後兩球 嘩 扔到七圈 他最後兩下就是扔 不過說真的 我先說一點 這一句我講了一年 我都沒有說過 就是 人家經常都說 我不知道Rondo 可不可以帶起隊伍 說真的 我對Rondo 串起隊伍的能力 是完全沒有懷疑過的 我一直只不過是不相信他的隊友 我覺得他今年的隊友 又不是很差的 是一個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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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給六尺的Block Shot 哈哈 那個叫Georl Stranger 真的傻了 對 一個就是 一個就是 梁國雄議員 哈哈 哈哈 我不明白為什麼 那些人說梁國雄議員 是另一個路易斯基 我看不出來 哈哈 那另外 他那一刻給別人的內線 就不要提了 還有另外他 怎麼說呢 杰娟 杰娟 叫做好一點 這個但是就不穩定 一成年都不太穩定 Humphreese Humphreese 兩個隻抽味 不是啊 什麼啊 現在很多 現在打Pick and Roll 兩個好夾的 其實Humphreese 是萬能插來的 對 那對我 即是被人堆了算了 你打我了 你打我了 插完前面就插後面 哈哈 前面都插的嗎 我覺得傻了 我覺得傻了 傻了現在真的傻了 現在真的傻了 現在真的傻了 神經病 之前都更正常 現在真的 哇 一被人抖下去就糟了 踏入Antoine Walker之路 身形 一邊奔脹 現在發現 可以射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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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也是亂來的 他沒有正常 他沒有正常 Humphreese Humphreese 這三分 有名你叫 他還沒走在中場射球 還神 4分 打算練定 補船就練定 繼續 小姐姐 Rondo 打出來 其實 怎麼說呢 你也是那句 你看到他一射得多 就出事了 你看看他的所謂 人家說 身崖身高 三定四球三分 好像很好 你之後看他那幾場的命中率 18中4 16中3 嘩 他射球準了 你跟我說笑嗎 有一點 我跟丁丁不同 我其實一直都覺得 Rondo是不會打對球 但真正打對球 我叫文健之河 但問題就是 為何我說 今年Rondo帶到球呢 其實 你看一個 Point card 他自己有沒有領導能力 是看哪 當你第一個進攻 失敗了 拿到進攻籃板 只剩下10秒以內的時間 他怎樣再做過 是的 通常你一個第一個進攻 第一次進攻 是教練設定的 但問題 當你沒有了要剩下 那一刻就是點擊自己 因為叫不及的 對啊 因為你這樣設不到 人家就不及的 但是 Rondo那個 雖然就很簡單 其實是 他也叫他懂得動 起碼有做過 他是會叫人動 他不會一下子打 拿著阿俊哥人物,拿回來PASSING UP RESET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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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 雖然每次都是這樣 起碼有做過下事 起碼懂得做事 知道怎樣做 以前Rondo懂得QA 以前Rondo說 阿俊哥,混蛋!拿著波子! 要賭你! 所以我說Rondo 不要說我每年都賭Rondo 我現在贊他 他是很賭的 大家錄低,他這次又贊,甚麼 現在是香港時間3月20號 現在是9點多 大家今晚再聽一聽 好了下一個 不要拖太久 這個第11位 正在下來了 Ti da se kassassi heal leader 抵特律活塞男 25勝42負連輸三場 我看了一場這麼大把的活塞 我只看數據 我知道要吊誰 那個是潮童 我不知道他打什麼 我看見他的 離身 我沒有看球 我只看見他的數據 7射1中 10射2中 5個助攻之後就4-5個turnover 是非常整齊的 有樂成大哥的風範 你知不知道 阿潮童哥 成語阿堅在我們P&R的時候說 潮童哥的確 立志了一個P&R的王家 但他怎樣P&R呢 譬如一個很正常的半場陣地 你帶我上去 你第一次傳球 通常傳到哪裡 傳到藍底還是傳到旁邊 旁邊 我們的潮童第一個選擇是扔到藍底 我奇行種了 然後你問他 第二個選擇呢 沒有啊 turnover呢 然後他是不是一翼 你也沒得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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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吃就啪 走 我想說現在潮童和傳球 是很像浪道的 傳到彈地的姿勢 這樣單手打直 對呀 他那一刻真的 他剛才兩天進Top10那球 我真的看不到他做什麼 但那波傳了下去 不知道 他那一刻真的超像浪道的 他很喜歡第一個 就是湯男弟 但是每個人都不想跟他合作 這個羞恨了 然後他照相反下去 哇 挺帥的 簡單直接就是他覺得 簡單直接turn over 我想想看我第一個Friend 誰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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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on Terry 哎呀 Terry 哎呀 還有的 還有可以說的 就是 Drummond雙了 而Moro可以拿回很多球 今天 Monroe很開心啊 他打球的樣子 我開始看到有雙十 今天22分的 不是開玩笑的 他那些轉身的出來了 大家知不知道現在的潮童 有哪位影子呢 誰啊 同隊的 史德基 3號啊 哇 不是開玩笑 我今天出正選 轉天兩個一起 但史德基 這陣子真的打得不錯 你不要說他什麼助攻 其他他得分是不錯的 又要我說抽香理論 什麼叫抽香 正所謂是美女這些 你只叫他做美女 你怎麼說這些 是沒什麼用的 你要陪襯 叫美女 嗚嗚 旁邊那一班 哇 這樣看美好多 好啦 算了 第10位 克尼夫蘭騎士 26勝42負連輸兩場 But 我那天看Leap Pass 那時有一場他對熱火 好有趣是這PASS 那個TITLE 寫著 什麼 The Stars Is Out The Rising Star Is On 算好一些Rising Star呢 就是 L要冷靜一點 士兄仔 The On Raiders 雖然那一場 他被Oden So 好寫意地打了兩下 寫意打了 大哥 真是 Curry high Oden Curry high 是啊 但問題 他全場得20多分 不是 試應 今年其實是OK 對 試應仔是 射球穩困 他今年得分是很厲害的 整天後備都拿了20多分 但是他經常選擇 選擇的選擇 很差 那這些沒辦法 我覺得現在新進的後衛 我就當你不是試應 我當你是Curry Irving 才算 他的射球選擇都不見得有多好 還有還有一件事 士兄仔 如果你這麼想扮DV 就學一下背籃 還有你背籃的時候 麻煩你學回正常一點的射法 你那些好像R Jefferson那些 嘩嘩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嘩嘩 嘩 L Jefferson 都飆了 嘩嘩嘩 拼來拼去 不知道你想想怎樣 然後我試過幾球 我忘記錯了一球 他爆 Douglas 我記得他那一球 他想要欺負Douglas 然後他放勾手 我記得那一球是Air Ball DV最喜歡那些 打你兩隻 然後打上去那些 很噁心 真的不要 麻煩你靜靜靜靜的學一下Fairway DV練了這麼多年才像樣子 唉 算了吧 Lex 因為 Lex 第九位 拿點紙巾給阿彭 我好感動 孝倫洞天 紐約 紐約人 20%40負 不是重點 後面 連贏七場 是 今天贏到劉馬是驚喜的 因為當初大哥說 紐約不經不覺六年勝 然後我就回答他 下場對劉馬很可能輸 我當時仍然會這樣說 你不知道我們的主持是一份特別的能力嗎 哈哈 他不是苗神 但是大哥 大哥都是神之一 我們入侵做我們的主持 都會有這種能力 差在沒有苗神那麼強 哈哈 嗯 A米可以說一下 A米可以說 我會這樣說 A米是終於表現到自己 為什麼呢 尤其是近這一年 就是你知道紐約大城市的傳媒是多麼厲害 是將A米是 踩到地底下 平擊得A米是很加關的 但是他現在出發正選 其實是打得好 那就 總算是 洗了他的記錄 但是就 他現在這樣的打法 其實我很認同阿鬼 反而是適合現在多少人 跟安東尼夾到 不如你試試解讀一下 我其實沒有解讀 哈哈哈哈 我們籃球解讀一下 哈哈哈哈 我個人意見 我個人意見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現在的紐約 少打Pick and Roll 也不是現在A米主要打的 現在的A米好像公牛的寶紗 其實是相似的 哈哈哈哈 因為 因為他現在主要是射中頭 還有有時候他可以用ISO 去打LOW姿勢 而LOW姿勢就OK啦 但是他最殺食的那樣東西 是 中頭啦 第一樣東西 他保持得到 第二樣東西 就 有一點驚喜 他FACE UP 亂來都可以入到球 Yeah! Travisson 哈哈 我今天見他亂來都可以 滴滴滴滴滴滴滴 我也覺得 算了 他都可以入到沒辦法 大概是對的 基本上是因為那時候 所謂八武達三角 Candella A米再加Melo 三角打LOW姿勢 你LOW姿勢只有兩點 你怎麼分 中間做一點 中間做一點 那點HIGH姿勢 但是 當LOW姿勢打吧 的時候呢 用回給肥仔 對啦 肥仔可以用一下 因為老實說 A米其實不宜打太多背籃 對 他的膝蓋 他用得比較差的背籃 因為現在的 Woodson 近來也有說過 其實A米是宅著打的 哈哈 他盡量都不會出A米太多時間 但是因為現在的紐約是 就是這些關鍵時候 無論如何都要出A米 迫著要出 但是你會看到 當紐約贏那樣球的時候 A米都盡量不出 嗯哼 所以 阿鵬劇那件事 基本上我大概 我賣關子 阿鵬 有阿軒在 要保住自己新人王的寶座 包斯良 不是 因為紐約而已 紐約是熟的 原來這樣 那不如下一個 下一個 Nix fans seems a bit angry tonight 哈哈 第八位 阿特蘭大一線英 三十一勝 三十五步 連夜五場 想追我 追我啊 笨蛋 哈哈 就是 我會這樣說 就是 都是讓我當門來了一會 就是 因為呢 我有看過 鷹隊的 之後的schedule 我跟紐約的schedule有比較過 就是 就是本身已經開了四場 而紐約呢 聽得出有一種絕望的感覺 哈哈 本身是差四場的 但是紐約呢 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四月是對一大堆的季後賽球隊 好 立即 你繼續趕著 我看 四月 美國時間 美國時間 因為 計香港時間的話 四月是加多隊爵士的 這就不關事了 這就不關事了 是辛苦的 但是 他三月接下來打的場次是輕鬆的 三月 剛剛錄到了 三月二十一號 剛才說到 一起錄人 公錄那些都出來了 之後 騎士 胡人 帝王 太陽 金塊 爵士 美國時間 四月 四月是一大堆季後賽 而且是穩入的 Brunnerette 接著是 華盛頓舞B 萬物熱火 Dorundor速龍1 至加哥公牛 又Brunnerette 最後埋齋就是Dorundor速龍2 所以 如果我概括來說是先前後虎 但是這個虎是挺難接近的 我個人覺得 因為他始終是在季後 他已經是季後賽邊的臨尾 不是應該是上規賽最後的時間 而反而鷹隊就是平均一點 那個Schedule 有強有弱的 三月尾四月的時候是 但是他有一件事 就是他原先是打小紐約的 換言之他之後的比賽 是打得多的 我記得印象中 三月尾就有一次五日打四場 然後四月也有一次五日打四場 但是老實說 你說紐約好像比較辛苦 但是我現在看鷹隊的Schedule 再比賽 阿鵬有一點要留意 他四月打的是什麼呢 公牛我覺得沒事的 就是贏就贏就輸就輸了 有一個鷹隊 騎士 然後牛馬 活塞藍 陸軍 阿勒 熱火 山貓 是有強有弱的 我看的不是強隊和弱隊 反而反過來 看球都知道 那些強隊真的混入 或者那位死了 會放人 會拿攤 但是反而鷹隊有一個真是隱憂 他有幾隊是欠八的 準備 打尾四 對 尾四欠第八那些 有些什麼呢 他接下來的會遇到 我已經看到有什麼波特蘭 太陽 騎士 塞藍 阿勒 阿勒現在上回一點 不知道會不會跌 山貓 其實這些在季尾才危險 每個人跟你打掉 我會怎樣說 因為他本身都有四兩人咬著你 所以我會說 就算是這樣的 我都覺得機會是 我都是偏向會比較是鷹隊 OK 但是 實際上其實老實說 Milzap出來的時候 對方好很多 還有火神炮 自從他被人斷了J之後 他的三分命做率是回來的 其實一邊回來的 一邊都在 四四六六 五七七七五 那些人 不用硬做play給他 對 還有我覺得 自從火神炮他好像揹著紀錄 好像打卡一樣 我入一球就行了 我落場的目的就是入一球 是有射 不是有射 搏入到一球就行了 我覺得這是一種拖累 火神炮的確是好的 我印象中 他前兩場不算 再之前 他自從被人斷了J之後 他三分命做率是六成多 因為射少了 起收少了 我會說火神炮是回來的 OK 即管看看如何 不過紐約是慘的 他連勝多少 跟著你連勝 你都變怒了 算了 第七位 R Jefferson 狗丟之神 下落特山貓 神經病 33勝36 他都被人斷了 不過最近連勝兩場 不過 阿謙說 神經病 我覺得他真的 神經病 近來就倒了一點 他倒了一點 然後 Gerald Henderson 又想OK OK一點 穩定一點 然後 Camber Walker 也是打的 我覺得他主要是看進攻方面是看R Jefferson 因為防守其實他們都OK的 例如MKG 他們平均來說是比較運動型高一點 跟你打爛他 那些他們是OK的 主要都是看那天R Jefferson 守風順順便可以贏得輕鬆一點 不是啊 你對熱火很清楚 因為其實 下落特山貓的打法我看了 我終於看了 他們是怎樣的 外面那四人 R Jefferson站在藍底 附近 不動的 然後另外那四人就不斷打爛 但是容易不是打散那些人 是打散你的防線 然後打散到好 你的防線亂亂的 扔給R Jefferson 全部都是煙幕來的 跑死你 只是不斷衝來出去衝散他 然後扔給R Jefferson 那一場對熱火 熱火很聰明 熱火就是 他照樣跟著他跑 跟著他亂 然後扔到R Jefferson 五個人夾過去 哈哈 熱火會 因為熱火的速度跟著他們 不是 他是由他亂的 照亂 總之 我不管我跑到去哪 總之你一扔到R Jefferson 五個人插過去 哈哈 然後是這樣 很慘 夾到 連丟都不能丟 這個是熱火Payoff的時候 用的招數 對著一些內線都是這樣 因為熱火其實不介意 missmatch這件事 他很喜歡 譬如你隨時看到Charm 就守了別人中鋒 因為他們其實 他們根本自己就是 missmatch 他們自己就亂站 我有就守了 我不管了 就是那隻 我就追著那隻 就是這樣 所以他們就不理 那他們就打不到他們的意義算盤 就是要打 因為熱火永遠只找一個人 啊 你的死位 你混蛋了 你夾狗你 那些 他永遠都是 上下其手 是啊 哈哈 所以那場R Jefferson流殺 但是 撇除這些 老實說是有效的 R Jefferson一溫浪溫 你防得他下面 防不了他上面 即是防不了他的腳 防不了他狗 他很厲害 他常常在單手舉起 Buffet狗人 很厲害 很厲害 不知道為什麼後面 很多打了什麼 他那種慣性 我覺得他那種慣性 跟DV射球一定有fake effect 那一刻一樣 那些什麼 阿巴勾手 你手並過去 我覺得他很厲害 他的手是曲一曲 然後向上伸 對啊 是推上去 推上去 推上去 你吹嗎 哈哈 還拿了沒有 第六位 第六位 華盛頓無編 35勝32 負伸輸一場 呃 那個內線有些問題 你這次用到 伸了 伸了 那個大前鋒位是差一點 有一個可以說一下 有一個 Ju Gruden 對呀 漏了他 伸了這個可以說一下 N年前的大學最佳球員 但是他又真是 進攻你又真是 內拒不和 他又真是 真是厲害 還有三分 還有三分 三球啊大哥 不想是留的 他硬射別人那球 我看到 嘩 阿聖搞什麼呀 但我告訴你 他進攻拿了18分 他防守輸了 全都給予人 他輸了28分 他由他初出道在魔術 已經是在說這些 是他進攻很強勁 有Footwork 有Polo Pulse 中距離 現在還有三分 但問題就是 你收了十多分 你輸了二十多分 我會這樣說 現在沒有你這段時間 你一個BOOKER 插不住 插不住 所以GOODTON是有點紅 還有BOOKER 你根本 怎麼說呢 他夠跳而已 他就是 他跳得很高 是三招四四的 始終都不是打五號那些 是啊 那麼就渣渣地 靠高達打架了 打高達了 我們又打高達了 又打高達了 還有John Wall 還有Badley Bill 按牌的表現 都是平平穩穩的 沒有什麼突出 Badley Bill 就沒有浪射了 但是又去到兩個極端 不敢棄手 是 如果你想說 就是跟不上戰術 有些突然間 裝模 臨時臨時 糟了 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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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圍 有交給他 他不敢射 有些 有些反而 手緊了 那 儘管看看 怎樣 不過他應該都穩固 你知道 東岸一有五成 他應該很難掉下去 東岸有五成 基本上不會死人的 算了吧 第八位 有沒有五成 還沒有 大家算是Alex 第五位 撲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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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星三十一副 連贏兩場 好耶 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他擺一大四勢都不怕 好耶 曲他的肩 他會 他把Livenston屈人高 是啊 他整天把DV和Livenston打出來 根本是六尺七的 他是怎樣打呢 他人們把假象就是 你兩個後衛 一個Livenston 一個DV 如果你後面有兩個後場 防守好一點 那個會抹誰 當然是抹DV 是啊 然後他找Livenston打人男帝 好丟的 他會打Live post 他最混蛋是甚麼 成人又找Livenston控球 然後拿一個Pick 丟球給DV 然後自己擋了DV 前面給他射球 好丟的賤 是啊 然後你打得差不多 不成功 男帝被Livenston爆 然後可以調位 我丟的到我來了 他就說到我射球了 然後為什麼Poppelens可以打四個打那麼輸 即是打得沒有傷心中那麼辛苦 他進攻到一個棋子 他扮演Alan 他站在那裡 他跟Joe Johnson兩個人 我記得梳符 再不行的話 他就用Joe Johnson的屁股 然後Joe Johnson硬爆 再不是叫傻子出來挖救人 你看Alice Land 笑不笑 你看Alice Land 阿里斯 Land 熱波呢 他忘了兩次都看不到 我不記得Livenston在熱火那場是對James的 笑 笑 就是全靈層 好啦Alice 第四位 志嘉哥公牛 三十八勝三十負 新贏一場 嘩 這件事可以說一下 最近大家是不是覺得我們 小JJ最討厭的Jocky Lowa 是不是很討厭呢 很討厭他 知不知道為什麼 很討厭 知不知道為什麼那麼討厭 最近 原來就是這樣 有人漏了一些資料出來 就是說原來Jocky Lowa只要今年得到NBA任何一個一隊獎 即是這個防守一隊或是這個All NBA一隊 可惜他不是Rookie 不是All Rookie 不是All Rookie 沒有啦 拿到這些一隊獎 每個100萬 bonus 雖然知道為什麼不斷拿三箱 100萬 拿劑也只有300萬 200萬而已 200萬 200了 是啊 是啊 你猜Jocky Lowa Jocky Lowa那份 bonus很正 一年就300萬 只要他有 打我Star 打我Star 今年差一點而已 真是生氣了 最初都是路易斯基 咬柴這麼快就好了 是網傷過感 最初都是BB 哈哈 公牛Jocky Lowa 最近的測影能力顯現出來 對 But 我經常覺得這些打隊伍的球隊 你沒有一個所謂go to加拿達 經常說那些 糟糕的 糟糕的 不是Woodie Guy 那我就 哈哈 哈哈 那我就 我是怕他落到季後賽會怎樣 不過 都怕怕的 再這樣搞又是上年翻版 如果今天打Payoffs 又是公牛隊很厲害 我正經看看 好了 第三位 多倫多速龍 38勝29 負心贏一場 但是 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Patrick Patterson 雙出 搞到他的防守 不知道為什麼差了 Valentulis都好像是 我忘記了他的決陣 他因相決陣還是怎樣 我忘記了 今天出發 今天出發 出發嗎 今天出發 謹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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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Dorosen 林尾 林尾 靠 林尾 Dorosen 林尾 他真的好 他好像有點像Kobe 呃 Kobe 他的招數 他的招數會學到他 是啊 他的Turn Around Fair Away J 開始有了 內線 即是他的背欄攻 有 他還沒跟我 在左人學之前的功架 即是Turn Around Fair Away 那些傾斜度 以及那些背腳 很像 還有 這個人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的進攻 給左人的感覺 就是他穩固 即是你覺得他 鏟進去的那天很有把握 可以得到分 這件事是挺欣賞 但是他那個Swingman拍檔 Terence Rossin 出了十多分鐘 民眾率又噁噁噁噁 但他三分寫得很多 七七八八地去的 一到去就來 他沒得選 但我心想Terence Rossin 好過他帶球的啦 就這樣射 做小說題已經算很好了 某程度上我看Case不會用他 Case可以做一些靈活一點的進攻 但是現在看到Terence Rossin 只是站在底角 我記得有一場是做得挺漂亮的 他做好像火箭那些雙重單檔 DeRoseon不能塞進去 另一邊的Terence Rossin 塞進來就這樣拿著我 馬上坐 但不知道為什麼做了兩場就沒有了 好奇怪 可能是因為Patrick Patterson 沒有了測試的 對測試的那是Patrick Patterson 所以不知道 不過老實說 以他的防守能力都很穩固 不用置疑 好 接著到東岸打交叉系列 第二位第一個搞交叉 不是說有什麼錯 是找入貴後菜的意思 馬上是熱火46勝20負 新輸一場 我想問阿謙 熱火是不是想丟計 似 似 似是想放一些人 而且他應該是想試 例如他今年又簽了Duckers 又簽了Oden 開始想試一下 用他們看看能不能做到 上年Mike Miller的奇兵效果 他出來了 因為今年始終Chain Badiae Reyland那些 掉了窩 所以想試一下 今天是Beasley打正選 今天頂LBJ 是Beasley打正選 Beasley 還有Tony Douglas Tony Douglas 其實D-Will D-Way最近不出 是Tony Douglas打正選 D-Will今天出來了 上場出Duckers 再頂上 其實他就會頂了他 所以他現在又開始試陣 然後又開始玩 還有今天 如果不是黑神第一節 拿十幾分就輸了 對 如果不是黑神 今天第一節爆一爆 輸得更難看 我覺得長波會 有點像什麼呢 這個希望是假象 即是作為熱火迷 因為我看 如果今天一旦沒有了 LBJ 他們的進攻好像沒有了 即是沒有了個中輸 但是問題是 還有一件事 之前那一場對騎士贏 但是你有沒有留意一件事 LBJ交球的問題 即是他要不然交到人的頭 還是交到人的追讀 不要補球中心口 他的Cross Court Pass 這陣子不太準 開始亂來 這陣子 這陣子不知道是貼了什麼 但是射球準了 8中6 那一場 但是譬如你之前那陣子 他沒61分 之後那幾個牌就死了 死到射球接近是零的 零了 根本其實是靠保住一個 這樣射 那很不穩定 我不知道他是傷 還是自己個人因素問題 還是壓力太大 壓力太大 其實我有事情想問 但是熱火我不太熟 所以我想問一下 就是近來他熱火 9場輸了6場 我有留意一下熱火 也有看過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Jams不是做了 不知道為什麼韋迪是做了 現在之前Jams做的事 突然間好像多了控波 多了這件事 我不是太明白 球星的意義 其實 沒有了 其實我覺得 是要D-Ray做這件事 就算有Jams在 你會發現D-Ray是控多了 還有做多了好像Jams要做的那些 去證明他自己的狀態有多好 我覺得是這樣 說真的 今年的Jams 除了61分之後 那幾場吃的屎 其實成季都還不錯 你說他30分左右 27-8 6-7-8個藍板 5-6-7-8-9個助攻 都很正常 只不過你看到 由去年的Play-Off 甚至去到Finals 來看 最重要的不是Labon的狀態 而是D-Ray 想想去年第七場是誰 我救回熱課 如果你想想 你一味粗爆Labon James 而D-Ray是吃了屎 是人都會手你 你就當今年 我說寶樹很厲害 3分都會射 只不過 只不過 你沒有了D-Ray 你這個一定要出場 如果你D-Ray 一直低迷 我就當你打小哥 防守那邊 就被人爆你 說真的 D-Ray有什麼年紀 他的防守 反應都還有 只不過是年紀大 一直帶下去 你看到他的體能 斌仔其實是收著他來打的 不會放很多的 你出的都是35分鐘左右 但是你如果 如果他 我覺得他是襯Labon 你不會擔心Labon的狀態 有什麼問題 最多是一場半場吃屎 三巨頭 也是這樣說 三巨頭誰吃屎 就是另外兩個頂上 他現在就是 PREVENT 立方尖士出現食屎的狀態 而只剩下寶樹一個 我覺得 你說得像防火演習一樣 是這樣的 我想 走火警 我想聽阿騫是怎麼解釋 其實 熱火呢 就是一個熱火迷 其實 由去年 但要倒裝多年 其實關鍵 不是在Labon 是在DV的身上 咦? 跟你剛才說有什麼分別? 這個問題就是 熱火 三巨頭 那兩隻 頭馬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因為兩隻都是組織 兩隻都是自己來 如果 例如你Labon 其實Labon不是以前的Labon 破壞力沒有那麼強 這個是真的 那你怎麼捕捉呢? 雖然有個補船 但補船也是不穩定的 Repayoff可以零分 可以零分一場 但是 譬如 有時候你是要DV打破那個僵局 始終 你說是哪個球隊呢? 我覺得DV還是他們的精神領袖 他們的重心 而DV在這麼多年 他證明了他在Cutchline做到事情 是做到很多 激發到他們整隊的士氣 還有 好像剛才說 其實 因為DV前半季 就 雙下停下 不打 有消息說 他其實是好一點點 這陣子 沒有那麼腫 因為 其實DV 可能不知道 大家知道嗎? 其實每場 他要打之前 是要做個Testing 對 對內 如果他過不了自己的Testing 是不讓他出的 馬上叫他放假 直接你放假 穿西裝 不要打 這個是他們今年的Policy 他們新的Policy 因為他們其實想確保 DV要Payoff出場 這個才是他們最重要 而且說真的 因為2號位來說 今年 譬如我上年也有一個Ray Allen 還是今年Ray Allen 是頂不了多少 近三場都可以 十幾分一場 I trust 關於Ray Allen 最近我看過一篇文章 就是 究竟Ray Allen 對現在的熱火是好處 還是壞處 因為其實那時候 我略略有看過 對熱火是好處 對立方是壞處 即是他對 其實那篇文章 他指出了 其實Ray Allen的防守 真是很有問題 不要說防守 他進攻也很有問題 你看看他 除了Catch and Shoot 三分之外 他的帶球 你看到你 像阿鵬說的 看見他打尿陣 他那些進攻 你怎麼說 就算人家是讓他放他鏟那邊 他起了一步之後 人家一閘就停了 其實那篇文章的重點就是 他的進攻 保不回他防守 差的東西 這是他的重點 作為一個熱火 就是一點補充 其實最近熱火出那麼多 我留意了一件事 就是他們不出Beastly 這個我覺得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你BENCH FIRE的問題 今年Ray Allen的防守 雖然Beddy是等於0 然後其他那些Loss Call 就停留了 那個階段 然後My World Transfer 是打衰了 那我覺得你有時候 是要放Beastly出來 雖然他防守差 大家都知道是沒有的 但是我覺得 是要有個人 是做些play出來 他是有這樣的能力 他自己拿分 他之前有幾場證明過 他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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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拿分 例如你BENCH FIRE不行 我自己來 我覺得他射球 怎樣都可以 DVLB 正常一點 正常一點 我覺得是 他買東西那隊就是 還有 你要給這個信心 對 你是OK的 我們是信你 你是可以做到事 歐登Lossal 對 你不是放在那裡 看球 不是做啦啦隊 你不是給他錢 就是這樣 我覺得是 你要放他出來 譬如你去年 有時候 夠熱火的 不是Lebron 是Betty 是Mike Miller 是Bench那班人 那你是要 今年 你今年沒有Mike Miller Shane Betty 我不知道他做不做 你暫時看他都做不到那些 因為他很少 譬如 只剩下過10 好像今年的季 是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 譬如你Hastom 已經不出了 然後你 現在不放 你現在已經安排了 Payoff的位置 你不放這些人出來 練 你什麼時候放他們出來練 我覺得 這陣子是要放這些人出來 讓他們玩 試一下 但去年他這些時間 放了Lewis出來 他沒有用過 Lewis 另一個例子 Lewis Lewis有打過 有打過 然後又不打又不放 但是 老實說 Lewis的問題是 他防守又不行 進攻又不穩 男板 男板人還要慢 你不知道放他在什麼位好 以及在熱火的系統 尤其是防守方面 他跟不上那些人 熱火的Byron Molins 其實奧登的情況是很像Lewis 但他又不知為什麼 又是怪怪的出正常 奧登有件事好 守中方 他有一個Prescent 他一直站在那裡 對面是爆不動的 因為他的磅數 你有看過熱火球 就知道他大隻 神經病 你一拍他 都會D-Way 嘩 聖聖和普通小孩子 然後他有一個Prescent 還有他 板是有的 然後其實防守 他是OK的 就是打普通球 陣地戰球 不是打以前熱火的球 就變成 阿登叔出來是打什麼呢 就不打 夾擊的了 打普通人 而阿登叔 其實他是練習什麼 協防能力 即是 現在他們是怎樣 立方那些 是會手鬆一點點 由他剷死 很喜歡放底線的 一進去逼一逼 阿登叔就不知道在哪裡跳出來 嘩啊 你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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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學流馬的 是 我覺得 是 是 應該是 練習手Hibbert 還有他應該有能力 可以頂得住Hibbert 一定 嘩 衰點這樣說 挖回Hibbert都可以做 進攻就不敢爆 反而進攻的風格差了 沒有 他太久沒有打 有少許牛油傷問題 牛油傷問題很嚴重 因為Turnover比較多 這是真的 那 但是呢 就算他現在 就是熱火 今期的成績差 但是他上面那個 現在的東岸第一位 都不好得他多少 東岸一二 現在都是含家 含家 含家 然後阿鵬就很招職 因為第一位 印第安納羅馬 五十勝十八富之 輸贏了給紐約王 一勝二代 哈哈 就是這樣 Paul George 阿鵬斯 你說自己想做一線球星 普羅佐 等著 下年才算 屌你老闆 這條 他的射球真是厲害 有就有 沒有就一點都沒有 他最近真是好 這個Paul George 我只是說一件事 由 Magic Johnson Larry Brad Michael Jordan Charles Barkley Wedger Miller 有哪一個我們稱之為球星的沒有自行得分能力的 有沒有一個沒有自行得分能力的 Jason Keats 是不是球星的 Jason Keats Jason Keats 他有Cross Over 向前人的Cross Over 他的突破能力是有的 他年輕人很厲害 是啊 他是沒有三分而已 我會這樣說的 劉馬和紐約人 其實核心的戰術是大同小異 都是射球 Melo變成Paul George 我會這樣說的 劉馬是做球 劉馬是做球 讓Paul George容易起手一點 而紐約人呢 是做球 令到Melo容易起手一點 但是分別就是什麼呢 同樣 今天這場紐約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親託 Melo 你的play做不到 他都可以起手 你看一下Paul George 那是誰 誰當時說 什麼新一代小前鋒 什麼島嶺有對手 我真的沒見過 有一個想做一級球星的人 是沒有彈打能力的 真的 他不是不第一步 你真的對著哪個 你都 你都 射球 射球 跟著同一個很無聊的插法 無聊的插法 同一場 阿鵬你那天有看 同一隊 Lance Stevenson 他就像球星了 是 Lance Stevenson 他真的做不到 他很燒 他有自己單 他燒過頭 我覺得Lance Stevenson 是 至少他的play做不到 他有一個球星 他有個人能力 可以自己進攻 他會肯剷進去 他會肯成 比Paul George 我射算 扭他 是不是都要射 那個球到 我是要射的 你吹嗎 他循例射了 因為Paul George 我拿整個play 最後給他起手的就是他 對 但是 如果你說 你又說要跟小器尖學 你不如正正經經 你學一下 你找人 下去紐約Racking Park 跟那些streetball 打一下單打 打一下街場 那你就會變成球星 學一下單打 你 他可以學一下Lance Stevenson 跟Lance Stevenson 一較高下 他也是街魔出身 這個 對 街魔王 對 OK 你跟Lance Stevenson打一下 這個人 我怕跟Lance Stevenson 一開球射 一開球射 我跟Lance Stevenson 射你啊 我剛才也說 Lance Stevenson現在是燒過頭 因為他有一球 我今天看紐約 最後剩下 大概 最後秒數時間 他突然打快攻 之後紐約已經有幾個人回來了 之後三分線空了 然後George Hill 就步了底線三分 但是Lance Stevenson 一邊衝 然後他是 Lance Stevenson 打算全球 George Hill 誰知 就出了界了 那個球 算了吧 街球仔一定會衰的 我們打開街場 小JJ 發燒的 那些經常都會出事 所以我不是說 他是燒過頭 唉 不過 老實說 這對流馬 現在所謂東岸第一 我不敢說 他會不會 今年是最好的季 老實 其實比上年更差 我覺得 太公式化 比上年更加公式化 是太做波比 老實說 而且整個Move 太一板一眼 我戰堂太單一了 是啊 真的不夠 去年是 我有Hibbert 我有Date West 我又有Paul George 又有George Hill 四支拿你命 看看哪支 哪支不碰 我還有三支頂上 今季不是 今季好像只有Paul George 和防守 只剩下他們的防守 和看Paul George吃飯 我一直不明白為何Date West的出手會這麼少 分給老實 做完癖就沒有 然後Lan Stevenson為何還有這麼多 因為他撿屎 因為他經常說 Lan Stevenson做什麼 老實射不到給他 行了我們單打撿屎 所以 老實說 我真的有個膽子相信 他有機會被人黑白的 他在東岸 當然他幸好在東岸 東岸那些 都不知道哪隊黑白 英隊又不會的 你嘗試扭藥上來 你看看阿彭旁邊 不是 有信心 如果是劉馬的話 我覺得真的有機會 如果是紐約的 如果是紐約的 現在的小 是OK的 阿彭你想到他淫笑 真的想到他笑出來 我覺得可以 有紙巾 有紙巾 算了 好了 掃綁一下 回來 講一些歷史性的事情 之前我們講過一集 就是 失敗的巨頭 但是 我們沒有講到 成功的為什麼不成功 回來 講一下這個 topic 好 稍後見